如果第七线还是两条线怎么办 没问题啊 我都讲不用再测试了 两条一条线都可以出关 除非你还有发烧 除非你还是你没有打疫苗的 或者是你打了一剂的话 你是十天啊 不是七天 不要去再做这个RTK了 因为我们的数据已经显示了 七天过后是不会再传染 不会再传染了 所以你不用做什么RTK的 因为这个两条线是因为病毒薄落期 他们病毒呢 死了过后在我们身体的那个 尤其是我们喉咙 很多那种病毒的尸体 在第七天的时候 其实是第五天开始 他开始在这里死亡 当他死亡过后 他需要排出身体 他排出身体的时候 那个病毒的尸体也要渴出来 当你拿那个sample的时候 你会拿到这个病毒的尸体 然后这个病毒的尸体 在我们RTK 他是不知道他是个是尸体 还是火病毒的 他只是知道 这个是有这个genetic 他只是就是test 有就是两条线 所以我说 七天来做一个隔离过后 就可以出管 如果你是打了booster和两剂 如果你没有打的话 或者是打了一剂的话 你是十天 好像那些小孩子 小孩子还没有打的 Dr你好 我想问康复后会否再次感染 答案是会 再次感染上不同的变种病毒 如果你是刚刚出管的话 可不可以立刻再中呢 可以的 如果是别的变种病毒 当然是会再感染上一次 就算好像这一次你中Omicron 你出去接触到一个Delta的 一个出管 立刻就见到一个Delta确诊病人 你当然是会得到Delta 你听过Delta Crone 你们听过的 我相信之前有讲过Delta Crone 有一种变种的 两种的很像样的 其实它不是Delta Crone 它是一个病人里面有两种病毒 在同一时间感染 这是可能的 这是可能的 所以我是说 如果你是刚刚出管的 也不要掉以轻心 戴一戴这个口罩 做完做好SOP 不像我们两年前 两年前呢 我们只有一种病毒 那时候没有变种病毒 所以我们会讲 你有那个三个月的保护期 还记得吗 你中了COVID过后 你在三月过后 你是不会再中COVID 那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变种病毒 所以呢 那时候你就不会再重中 可是现在我们大概有十多种变种病毒 可是最出名的几种就有四个 那四个都是我们知道的 对不对 好像Delta Mil Bita 还有原生的 它都可以再感染我们 所以还是要小心 等到我们有一天 前面的那个 Alpha Bita 还有Mil 还有Delta 不见完过后 那我们就安全了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想看的趋向 就是Omicron 可能会取代前面的那几种旧的病毒 它开始会取代 然后那几种好像Delta Alpha Bita 那些全部会不见的 慢慢的会在这个世界不见的 或者是会变得很少 很少会接触到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进入Andermic 就是进入我们现在的地方性传染 好像你听过Dengue Dengue有四种的Virus 你知道吗 你中过一次Dengue 你还是逃不过 如果你还可以在 如果你中过一次Dengue的话 你可能会中到第二次 也可能会中第三次 因为那个Dengue virus有四个兄弟姐妹 这是可能的 可能是同一天中 可以 我看过Dengue 中两种普遍种的Virus 所以是可以的 所以还是小心点 SAM 好 Dr. 我目前Positive Covid 五天喉咙一直很痒 导致咳嗽 有什么药可以帮助 需要多久还可以痊愈 好 这市面上有两种药你可以用 第一就是普通咳嗽药 你可以拿那种比较困的 那种是真的是 止咳比较厉害 它有这样 它名字可以叫Banadriel 或者Faniken 这两种 它一种就是Diflam Diflam就是好像我们Rosenzal这样子 含在口里面 那个药会把喉咙的地方 麻痹掉 当它麻痹掉过后 你就没有觉得想咳嗽 其实为什么喉咙会很痒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跟你说过 Omicron这个病毒 它喜欢住在喉咙 当它住在喉咙的时候 当我们抗体杀死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尸体很多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尸体也是要清理的 身体一定要新陈代谢 对不对 当你新陈代谢的时候 就把那些死亡的尸体 还有我们自己的细胞 也是被Omicron 注在里面的细胞 它也需要薄弱的 它会死亡 然后清理掉 当它清理的时候 它薄弱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痒 所以你要想咳嗽把它咳出来 这是身体的反应 这是一个清理病毒尸体的一个身体反应 所以咳嗽一定是在七七八天 它其实是一个帮助我们早点把病毒的尸体排 就是体外的 当你用我刚才讲 讲了那两种药的话 它是把这种药 把这种感觉压下来 这样你就没有这样多喝手 你在晚上喝是比较好的 OK 请问一下 确诊抗腹后深呼吸 肺部会痛正常吗 OK 肺部疼痛它不是因为我们的肺里面伤到 它是我们外面的肌肉 胸部呼吸的肌肉 因为我们在咳嗽 一直在咳嗽 咳嗽的时候会伤到肌肉 这种肌肉有疼痛神经 如果你是抗腹过后 因为你咳嗽太多 这个时候这里会发炎 这个小关节会发炎 这个小关节发炎 可能在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才会好 所以需要时间一点点 可是这是正常的 尤其是深呼吸的时候 这些关节就动 一动的话就痛 它需要点时间 一两个星期吧 好 我的孩子14岁 covid process 今天第五天没有发烧 但是今天开始觉得有气短 呼吸有一些困难 味觉 嗅觉 会没有 这个是开始严重的后遗症 其实呢 如果是气短的病人 第一 你要先看看他胃口好不好 你先看看你孩子这几天里面的胃口好不好 如果是胃口没有这样好 吃不够的话 气会短 你要查一下他的那个saturation 就是Oxygen 如果那个肌可以查一下 看他有没有 好像说 他的血氧有没有高过95% 如果高过95% 那个气短应该是不够能量去呼吸 所以你要吃多点东西 如果他的气短造成了缺氧的话 他需要看医生 不要再等 因为你说会不会是严重后遗症吗 就是要在这方面去看 如果你家里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直接就带他去CSC 查一下 因为你觉得他好像很困难对吗 呼吸困难是一个warning sign 需要 需要带去看医生的 你观察一下 你观察一下 如果还是这样子的话 带他去CSC 直接去查 比较安全 因为小孩子 真要都看一看好 嗯 我的妈妈 cels test out 是positive 他需要试PCR吗 答案是不需要了 你试PCR一定是positive 你试PCR CT value一定低的 不需要 那个低是因为病毒薄弱期 是因为病毒的尸体 是不会传染的 数据已经显示了 所以别再做PCR 不要浪费钱 一到时间出馆就是了 今天晚上好 我的孩子和妈妈都确诊了 我在第时间也中奖了 我们需要分开隔离吗 不需要 答案是不需要 你可以在一起 一起完成全部的隔离 Dr.Z 晚上好 请问PCR显示S variant 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S gene吧 你猜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看是S variant 还是S gene 因为PCR呢 它有会test三种 gene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N gene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E gene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OR S gene 这三种 gene 如果是S gene的话 应该是spite protein 有些Lab做 有些Lab不做 汗是那一种 我已经好转了10天 但是呢晚上不能睡 已经一个星期可能 现在末地也是有点去传的情况 这是护医生吗 对可能你是有一点点Long Covid 的symptom 你需要补回你身体 你身体已经是好像 可能大概一个星期一年 你生病吗 对吗 每个病毒生病过后 你需要两个星期调回的 那两个星期会很累 会吃东西没有什么胃口 他需要身体需要时间去慢慢调的 所以我相信你这两个星期的话 如果听我说的话 就是吃高蛋白高脂肪 我每天都在强调吃高蛋白高脂肪的话 你这个symptom一定会很快 就完全没有掉 你试一试 如果你要喝 还有一样东西是水分 水分不够 因为你可能在一个星期里面 没有什么喝到水 所以你尽量补回这两种 然后在食物上 为什么说高蛋白高脂肪 第一高蛋白它有很多高能量 高脂肪也是很多高能量 然后在高蛋白里面 它里面也有很多mineral 就是我们需要的那种 我们的矿物质 在这种地方 索取的矿物质的话 会把你身体的细胞的功能 早点恢复 这样你就没有这样累 没有这样起床 所以吃高蛋白高脂肪 是真的有帮助的